大家好 我是Kately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昨天做了一個整理的影片 就是關於金正妍的態度爭議 正當我昨天在編輯影片的時候 徐睿之一方也是發出了他們的官方聲明 官方聲明主要有幾個重點 第一點的聲明就是跟金正妍的方面確認過之後 知道電視劇的相關態度爭議 跟徐睿之一方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點就是對於未能出席 昨天電影回憶的視影會 對於相關人員和演員以及導演 表示一個協議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點 就是說金正妍當時也是要求 拍電視劇的徐睿之不可以拍吻戲 關於金正妍事件的相關聲明就來到這裡 而今天的下午 對於金正妍的方面也是發佈了她的個人道歉信 她表示 時間是她第一次擔任主演的一部電視劇 但是就令到同劇的演員 工作人員以及導演 帶來諸多的不變 表示抱歉 而第二點就是說 即使她自己回憶當時的行為 也是覺得是非常之不可以接受 也是非常之後悔的 她也是為她在時間這部電視劇裡面 所做的一些不好的行為 還有其他相關的演員 表示抱歉 最後也是再次向大家道歉 還有也是表示之後 都會繼續努力和重新浸試自己 努力管理自己健康 最後就是說對不起 道歉的內容 大家都約了聽過 不知道大家對於她們的道歉 又或者聲明 收不收火 也是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關於金正妍的爭議事件 我相信到這裡已經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在留言 留言你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關於金正妍爭議的部分 就到這裡 這條片也到這裡 之後也會再做一條片 就是關於徐瑞茲的態度爭議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有這麼多這些問題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我 FOLLOWIG和FACEBOOK Subscribe my channel 開啟鈴鐺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下條片 開啟鈴鐺 開啟鈴鐺 我們下條片 靠大片 它是跟這條片 都不合法 開啟鈴鐺